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名字 一架架将战斗推向极限的飞行器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那就是出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而该公司旗下的臭油工厂 更是以巨大的创造力 生产出了众多先进的武器产品 兵器面面关 洛克希德马丁与臭油工厂上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架架架将战斗推向极限的飞行器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那就是同样出自洛马 洛马全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长期以来 该公司就牢牢占据着 世界第一武器生产商的位置 更快 更高 更强的武器 也意味着杀战斗会变得更加轻而易举 上世纪初 随着莱特兄弟的伟大创举 飞机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对天空充满渴望的年轻人 纷纷进入这一领域 这其中就包括洛克希德兄弟 1912年 阿伦洛克希德和马尔科姆洛克希德两人 在加利福尼亚创建了艾尔科水上飞机公司 此后不久 该公司就正式更名为 洛克希德飞行器制造公司 他们在1918年 成功研制出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F1 但好景不长 随着上世纪二十年代金融危机的到来 众多飞机制造厂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洛克希德也未能幸免 工厂倒闭 股份几经一手 最终 在1934年 罗伯特·格罗斯成为了新公司的主席 洛克希德公司 这才重新获得了生机 当时的洛克希德缺乏足够的设计力量 只能靠设计胶合板飞机勉强维持 而这样的情况 随着一个人的到来 才发生了改变 凯利·约翰逊 密歇根大学的高材生 有着高超的飞机设计理念 他的才华 受到了洛克希德总工程师西巴德的赏识 约翰逊 提出 要想改变公司现有的局面 就必须投入资源 研发军用飞机 1936年 美国军方提出 要求发展一种新型节机机 并向各大公司 公布了X-608招标书 约翰逊第一时间 向军方递交了设计方案 并成功击败了波音和扣蒂斯等大公司 拿到了研发经费 在设计方案中 约翰逊采用了 有别于传统飞机的双尾撑结构 这使得战机能迅速吸收异常的震动 而在动力装置上 约翰逊还开创性地 选用了两台爱立逊 V-171011型夜冷发动机 它们可以将涡轮增压器 毫不费力地扛起来 而不影响整机外形的流畅 1939年1月 洛克希德的首款军用飞机 是非成功 并被军方命名为P-38 由于外形怪异 这款飞机还得到了一个 独特的外号 双发恶魔 P-38 最大闪电战斗机 最大时速732千米 最大航程3600千米 装有一门20毫米机炮 和四挺12.7毫米机枪 火力相当强劲 各项性能指标 都升日军当时主力战斗机 零势一筹 珍珠港事件后 随着美国的参战 大量P-38奔赴各个战区 它们担负着空中格斗 护航等任务 成为盟军重要的空中力量 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 无疑就是击毙三本五十六 三本五十六 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 珍珠港事件的元凶 美国海军的眼中听 1943年4月18日早晨 山本不顾当地指挥官的劝告 搭乘陆机轰炸机 在六架灵式战机的护航下 从拉包尔起飞 前往肖特兰视察部队 当机群来到布干维尔岛上空时 美军等候多时的 16架P-38闪电战斗机 突然出现在了它们眼前 战斗仅仅持续了不到四分钟 就宣告结束 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 魂归太平洋 P-38为美军铲除了眼中钉 也让洛克希德公司逐渐在军火界 有了自己的位置 几乎就在同时 洛克希德公司又先后推出了几款 性能不俗的战机 P-1 文图拉反潜巡逻机 速度快 被广泛用于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 P-2 鱼叉巡逻机 文图拉的改进型 较之前者 在火力和航程方面 有着一定提高 据统计 洛克希德公司在二战期间 共生产各式战机 19278架 这个数字 仅占美国战机总生产量的6% 这对于洛克希德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在军火领域 当时的洛克希德 只能算作是一个小自备 那么战机的数量 核心技术 与那些大的厂家相比 都有很大的差距 不运的堡垒系列 就基本占据了轰炸机的市场 北美的P-51 不但认为是当时性能最优异的战斗机 产量更是达到了15875架 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洛克希德总共产量的总和 那么还有像老旧的B-47 尽管性能一般 但是产量也达到了12602架 所以对于洛克希德来说 只有一条道 也可以说唯一的出路 就是技术上的创新 1942年7月18日 随着人类历史上 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ME-262的诞生 飞机进入了喷气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关于喷气式飞机的研发呀 莫克希德的内部是存在争议的 那么总公司赫尔西巴德就认为 喷气式飞机还处于萌芽时期 处于萌芽阶段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和活摄式飞机去PK 而首席设计师约翰逊 却看到了喷气式飞机的潜力 极力地要求公司通过这个方案 后来经过几番的磋商 XP80的方案才得以提交 那么借助这次方案 莫克希德内部还达成了另外一个共识 那么原来之前 约翰逊就有一个想法 他想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 这个机构可以打破公司过去的框框 专门去负责新式飞机的研发 那么在这里 设计师能够和技术人员 比较畅通地进行交流 并且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改 这样既可以提高整个团队的效率 也可以更好地将设计中的一些想法 变为现实 那么最后的结果 借助于XP80的提案 约翰逊的这个设想也得到了实现 作为这个机构的创始人 约翰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希望能在设计师和制造者之间 架起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流渠道 给他们一个尽情发挥的空间 让创意的种子在这个地方盛开灿烂之花 约翰逊的设想虽然得到了通过 但是由于公司当时正在全力生产P38等战机 并没有多余的资源支援约翰逊的设想 就连公司总裁罗伯特·格罗斯都曾这样说道 按照你的想法去干吧 但是你要想办法组成自己的工程部 亲自去找生产人员 还要想办法去找工作场所 那么约翰逊又会如何实现自己的想法 他要的人究竟在哪呢 凭借着独特的个人魅力 约翰逊将20名优秀的工程师和80名技术工人招入麾下 这些人将专门用来XP80的研制工作 而他们工作的地点就位于加利福尼亚伯班克地区的 一个不为人知的马戏团帐篷内 正是从这里诞生了日后大名鼎鼎的臭幼工厂 自1943年6月入驻臭幼工厂以来 XP80项目就要进入了实质阶段 约翰逊和他的团队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们借鉴英国喷气式飞机的经验 选用一台J33A5窝喷发动机 并将它安置在紧贴飞行员后面的机身中 进气口位于机身 仅靠机翼根部前端 尾气从机身的最后面排出 座舱使增压座舱 并且装有空调 1944年1月8日 XP80进入试飞阶段 经过几次调整 XP80在6000米的高度 飞行时速达到了808千米 成为首架在平飞中突破800千米每小时的美制战机 1948年6月 美国决定统一用F来代表战斗机 于是这款战机 又被更名为F80 作为臭臭工厂出品的第一架成型战机 约安逊和他的团队人员 仅仅仅用了143天就完成了研发工作 足足比规定的期限提前了37天 这也充分验证了臭幼理念的成功 正是在创新理念的驱动下 臭幼工厂投入到一系列战机的研发工作之中 1952年 洛克希德公司提交了代号为L206的设计方案 并赢得了最终的竞标 该款机型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大力神C130 据统计 从首飞至今 C130已为美军服役60余年 总产量超过了2300架 各种任务改进型仅40种 C130也成为美国生产数量最大 服役时间最长 运用最为成功的战术运输机 此后 臭幼工厂再接再厉 在军用和民用运输机领域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C141军用运输机 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运输机 可运载30至40吨货物 或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运输机 C5战略运输机 世界上第一种安装空中受油管的运输机 能在世界各地不着陆飞行 几乎可以将美军所有的重型装备 送达到全球任何一个战场 就在C130问世后不到五年 美国发射了第一款 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泰坦一号 这枚导弹的研发厂商 正是马丁公司 马丁公司由格伦马丁创建 这位出生在伊阿华州 马克思堡的年轻人 从小就对飞行充满了向往 1916年 他和后来的莱特兄弟 共同创建了 莱特马丁飞行器公司 第二年 他又自立门户 创建了之后的马丁公司 作为制造的飞行器制造厂商 马丁公司的名气虽然不与波音 卖到北美那么大 但有一点不得不提 波音 麦克唐纳 唐纳德 道格拉斯 贝尔 这些在航空航天界 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都曾经是格伦马丁的雇员 那么形象一点说 格伦马丁就是一粒种子 而且马丁这个人多才多艺 不仅可以设计飞机 还可以修理汽车 甚至还拍过电影和广告 1916年 马丁亲自设计出了MB-1轰炸机 此后 在MB-1的基础上 公司又首次采用发动机涡轮增压器 研制出大型轰炸机MB-2 1939年初 马丁公司又击败了道格拉斯 和北美等竞争对手 成功获得了美国中型轰炸机的研发权 他们设计出的B-26 又被称为截掠者 这款飞机虽然存在意在偏高 着陆速度过大等问题 但却被认为是欧洲战场上最重要 同时也是战损率最低的美军飞机 在军工界的成功 让公司的声望直线上升 格伦马丁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就连罗斯福也来到了工厂进行参观 在1950年举行的一次航空业内的聚会上 留下了这样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 洛克西德公司总裁罗伯特·格罗斯 和马丁公司总裁格伦马丁不期而遇 他们看上去若有所思 但恐怕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45年后 他们各自的企业会连累上演一场航空航天界的世纪婚礼 而这次结合 将改变整个飞机制造业的未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汽车修理厂到火星表面 从竹子和丝绸到先进的太复合材料 从网格计算到云计算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的第一个百年 是一段奋进的历史 同时它也会通过不断的发展创新 演绎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敬请收看兵器面面观 洛克西德马丁与臭幼工厂下